岸田政府批准增加67.5亿美元军费开支 日本防卫省 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一笔 刚刚上台的岸田文雄内阁增加了军费开支 引人注目 据英国路透社报道 日本政府当地时间26日批准 在已创纪录的年度军费开支的基础上 在增加67.5亿美元 基于加强空中和海上防御 日本防卫省在提案中称 随着日本周边的安全环境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恶化 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加快实施各种项目 防卫省还称 增加军费支出 还将能够让日本更快获得反潜导弹 海上巡逻机等 该媒体声称 中国对台湾施加的越来越大的压力 正在日本引起不安云云 10月12日 岸田文雄领导的日本执政党自民党 公布了众议院选举竞选纲例 提出大幅强化防卫能力 使防卫费在GDP中的占比达到2%以上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 10月27日在东京发表演讲 针对自民党增加军费的选举承诺质疑道 如果周边国家是敌人 那怎么努力都无法保护日本 不制造敌人才是必要的 日本这种渲染周边环境威胁 以达到提高军费和防卫能力等目的的做法 早有先例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对此表示 日方有关官员望称 日本要将中国军力增长 作为日本增加国防预算的最重要原因 把台湾地区局势当成自己的问题 还要同美方讨论 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 做相应修改 插手台湾问题 干涉中国内政 性质极其恶劣